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赴岳安,余头 又到了周四余头说书 之前我们有一次讲外文的 请了王力群老师来 那一次我是当马修史卡德,只听不说 今天讲中文的 我还是只能够当马修史卡德 也只能听不能说 因为今天陈荣、陈老师 他是很厉害的 书画名人 鱼童太客气了 顾老哥太客气了 他收了很多东西 他今天只跟我们讲一下 杯铁怎么判断 因为杯铁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 他叫做墨老虎 在那个古文界里面这样称他的 因为他是会吃人的 一个不小心就要被吃掉了 所以我们先那个 先热烈的欢迎一下陈老师 然后再听他讲 大家好 龙姓这个受药来这边 起源是因为 之前来贵宝地的时候 有看到你们征集到了 两部以上的杯铁 我特别注意到两部 那我看以后呢 看得也还不错啊 我自己家里也有一些 所以我今天也带了一些 自己收藏的杯铁 然后也顺便谈一谈 这个你们征集来的 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 很需要 因为那个要写说明 我完全不知道 如何接起 是 那我们大概先从这个 王居士专塔名 先谈起好了 那这本书的话呢 已经做成一般学生练习的 数把帖子了 所以相当普遍 相当普遍 那因为它这个 是唐朝时候的一个居士 唐朝时候那个时候 都因为佛教圣行嘛 所以他做了一个砖塔 然后呢 也不想留名 然后呢 别人呢 就帮他做了一篇这种钻器 然后磕成杯 原因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是先磕了一个石碑 先磕了一个石碑 那那个石碑就是用工匠 在唐大的时候 在唐大的时候 对 然后通常这个杯 最后他都有一个记录 说是 谁写这个字 然后 谁磕的 那这个 有一点客气 所以是一个敬客 所以这个东西 他是 也不想留名 但磕的那个人 写的那个人都不想留名 而写的那个人有 写的那个有 但是 磕的人就没有留名 那战 他只是说 然后呢 这个碑 之所以流传 就是因为它的字体 算是唐楷 而且是有特色的唐楷 是娟秀有力 所以就被后代人 大量的纺织成字帖 供人家练习毛笔的 那这个书 大概我想碑帖 它的价值到底也在哪里呢 第一个 因为流传久了以后 再好的东西都会碎裂 都会磨损耗损 那个碑也是一样 碑也是一样 也会崩化 对 那以这个为例的话 它这个唐朝的时候的碑 但是明朝末年的时候才出土 那出土以后呢 是发现已经变成三块了 三块石头 那后来陆陆续续的 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 已经变成七块石头 所以我们平常断定说 它什么时候踏的 大概就从是三块五块七块 就是说大约的时间 踏的时间 判断它的仙扣这样子 所以它的价值是越早 越早踏的是越好吗 还是跟它踏工有关 一般来讲这个踏工门槛 应该不是特别高了 以前有所谓的朱砂踏 有蚕蚁踏 有所谓这个乌金踏 那就是颜色不同 那其中蚕蚁踏的话 是踏的比较薄一点 那踏的那个工夫 那个门槛 不会特别难 就是踏距不会很大 踏距不会很大 所以这句话就是第一个年代 第二的话就是说 它以后做成 踏本以后 它可能就是为了保存方便 它就把它做剪表 剪表 把它剪成一条一条一条 表的功夫好不好 第一个 第二个 上面有没有这个名家题 比如说王夫师题 这个鱼头题 陈筒题 陈筒题 那恰钱的话 就不一样 可能就好一点 或者变成票房毒药 就这样 当然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看看 还有就是附带的表公 剪表等等 那这个的话 这一本表公很漂亮 表公很漂亮 可是呢 这是新表吧 这个就是 这个签题 就是新的 就比较可惜了 签题是新的 这可能就稍微扣一点小分数了 不过整体来讲 表的很漂亮 表的很漂亮 所以这本是值得参考的 有没有人提字 没有提字 可是呢 有收藏章 旁边有收藏章 有收藏章 收藏章 老师那你怎么判断说 它就是明朝的 它就是明末的时候最早的踏本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明末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 是三大块 三大块 那我们从市面上流传的这个炙铁 来比对的话 大概就比对说 离这个明朝末里应该是不远的 因为不同时代做成的那个铁 那等一下可能是 我们这个余头兄跟各位介绍 怎么样把那个踏本变成连铁的铁 那因为历代以来 根据这个踏本 做成了很多书法铁子 那不同时期 有不同样貌 可以比对得出来 所以大概可以推出它的年代 所以我们写书法 很少人是直接拿这个 连铁来写 我们过中的时候用的都是 都是再转一手 如果拿这个的话 就是超嫌奢侈豪华 一不小心就完蛋了 因为这东西一翻再翻的话 就很容易耗损的 很容易耗损的 像这个的话 就已经耗损很严重 很明确的 所以最好是把它转化 转化的过程 有很多的方式 我看好像你们这边 已经有类似的样本了 Sample 那就是已经做成了踏本 然后他再把它勾 直接隐血 如果用讲话 就是隐血吧 他可以用很薄很薄的纸 比如说这个透光度很高 那就可以附在上面 附在上面以后 再用比较干的笔 描边 那个叫双钩 那个叫传移磨血 磨血 磨血完了之后 他这个的话是在刻成标板 在刻成木板 或者石板 然后就是复印 再去印 再去印 印成这个样子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还有大小的问题 比例的问题 那大小比例的话 如果不适合的话 就不能用双钩的 只能是临摹的 因为他这个字 一个字可能这么大 对 那这样的话 印成这么小的书 不太容易 双钩是真正的 照着他原字大小的 是是是是是 这才是真正标准的双钩 这样的 对 通常是引写 对 所以这一个是双钩的 是是是 然后再来 再来看 再来看我们再看一本书好了 这本书也是 这本也是 也是贵公司征集来的了 那这本书的题目很长 唐 顾 心缘 缘从 正义 代夫 什么 行内事省 内事之省事 然后上驻国 是子金余代 正特进卓武卫代 大将军 然后是礼公 礼公 慕自民 然后还有一个并训 这题目很长 那当时讲起来的话 这本书很特殊 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他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人的身份叫李辅光 李辅光是唐朝的宦官 宦官 地位坐到那么高 皇帝给他这个元从这个号 元从这个元 当然是元首 从的话大概就是跟着皇帝 元从就跟着皇帝 皇帝跟班 然后呢 新元是唐德宗的年号 对 然后呢 是正义代夫 当然就是像类似元官一样 就可以旁边 皇帝旁边 或者皇帝前面讲话的 那刑的话就战带 战刑代理这个内侍审 内侍审就是管宦官的地方 知审室就是 宦官的事情给他管 那就是 等于是 太监头子 太监头子 像鱼头那样管鱼 太监头 管太监 那上驻国的话 大概就是一般奉给将军的 那只有唐朝这种情况比特殊 就是 太监可以去监军 对 他可以去监军 对 所以就给他一个上驻国的 然后后面还有个什么 卓卫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大将军 就是 然后呢 是紫金 鱼带 是给他那个纸袍 然后可以穿纸袍 那个是三平以上的大官才可以穿的 紫色的 然后呢 是有配这个金鱼带 金鱼带 金鱼带的话是黄金的 可以表示身份 那金鱼带以后代的话 不应该讲后代 就是说 在唐朝那个时候 可以用来辨识身份 就是他是两面的 两面的话是可以掰开的 掰开里面写的很详细 这个 杜鱼头 对不对 然后他是 某某人 某某地方的人 对不对 然后这个身份是多少 然后是一品代夫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三七五七 对啊 三七五七 对不对 然后为非作歹 对不对 枯桥照路等等 那身份的情况 就是他 等于是他的 对对对 杜蝶或者身份证 对对对对 那个是 在他之前 在他之前 或者刚刚发明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那么详细 其实后来才会越来越详细 不然的话 以前可能只写个名字 写个身份 可以的 那这个 对 什么 作为太夫什么的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 宦官的墓 他的墓字名 对 对 那就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好了 看看最后 最后呢 就是他立碑的缘由 立碑缘由也很好玩 这 这个碑文的相当的长 所以 有很值得欣赏的地方 然后这个 这个砍书 也是非常娟秀 非常娟秀 最后面呢 他有提到说 是 是某某人 某某人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 北斧 这个 袁略 袁略他是崔袁略 崔袁略 来做这个文章 来做记得很好玩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个 背后面有几个字 很好玩 他说 呃 水缘 水 水 水结 缘迁 嗯 就是说 可能闹水灾啦 或者是说 那个地文改变 水文改变以后 这个源头 这个源的话 就是泉水 三连泉 泉渊的源 泉渊的源 这个 水源改变了 水文改变以后 这个文章 才会 流传出来 哦 果然是 那预言啊 等于是预言一样 对对对 等于是说预言一样 他就说 当时可能就是 天灾地变 然后水文改变以后 这个石头才 才出土 嗯 那我们知道说 它这个是木字民嘛 那木字民的话 以前我们讲墓碑的话是 墓碑的话是 在坟墓外边的 嗯 那墓字民的话是 埋在这个坟墓里面 对 对 可能会 地表会改变 嗯 所以这个也是 蛮好玩的啦 它居然可以预言自己 对 这个会被要查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 明朝的时候 也是明朝出土 也是找踏的 也是明朝出土的 但是我们不敢确定说 它到底什么时候烫的 因为烫的时间也不是很准确 而且这一套书 在外面流传的比较少 比较少 可是我在网络上面 我有查到 查得到 查到它的这个文章 是 所以是曾经有的 这个文章是在全堂文里头就有的 在全堂文里头 所以 因为这个宦官当的阶级算是很高 大宦官 所以那个题目很长很长 我讲个笑话 那个大同有一个校长叫林鼎生 大同同学 结果他以前办那个杂志 大同杂志 大同杂志在目录上面 都会请他写文章 那个头衔怎么写 林 教授 校长 董事长 挺身先生 所以那个头衔 越长了 表示地位越高了 就跟名片亮出来的话 有的名片是 要择业 才能够把名片全部弄出来 对 那还有一种特殊的名片就是 只有一个写名字 那个最神秘的 那个最神秘的 只写名字 也没有地址 也没有电话的 那我来这边 这两本都是你们的 你们要卖的 我秀一下 我自己秀成了 好啦 讲一下你自己秀成了 那两本是明年 明年要拍卖的 对 这个厉害了 这个 这个我们有点舍不得 这个是 志勇签字文 志勇可以知道吗 志勇是个和尚 他是随朝的时候一个和尚 那他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子 孙子 那他们大概历代都把这个书法当作家学吧 就是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这样子 那我们稍微秀一下下 这本书呢也是经过整理的 整理的不是很理想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他是两个体 是两体 是两体 它是两体 真跟草 真的话就是凯书 真就是正 就是草 那这个唐朝的时候 可能流传很多 因为他们喜欢写书法的人 尤其他的筆 可以弄成一个坟墓 叫笔种 丢掉了笔 所以他应该写的很多 那写的很多 那那那那 大家帮他刻碑当魔幻吗 嗯 是啊 唐朝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 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真迹啊 有一步流传到日本去 因为 送给 那个 就潜唐生 潜唐生 对对对对 带回日本 带回日本给那个谁 给那个天皇 后来天皇很喜欢 就赏识给一个 一个寺庙 那寺庙就一直流传下来 就变世人手上 在京都了 对对对对 那真可惜 真本 那在中国的话反过 是他自己写的 真基啦 真基啦 书基本 手基本 因为他们可能写了很多套 可是呢 在中国反而没有了 有人说是 可能跟着那个唐太宗 坟墓 那是南平集序了 那顺便其他人一起 一起都给他下去 因为他有收藏 他有收藏 他有收藏他祖先的东西 所以 据说 朝廷的派人去他家里 不是 去寺庙里头 跟他蘑菇啦 喝茶啦 聊天啦 骗啦 写诗啦 唱贺啦 七拐八骗 骗到了一些 骗完以后呢 后来就埋到坟墓里头去 就是这个样子 据说啦 据说啦 据说 据说 那这本是 新闻青字文 每个人都喜欢读了 那这个呢 绝对不是唐朝的 因为他 唐朝立了碑 然后呢 那个碑 后来在明朝初年 明朝初年 明朝末年 到清朝 都陆陆续续有人 仿刻这个碑 所以这个碑 仿刻是从字铁仿刻 再倒过来 还是 各种可能都有 它可以踏下来以后 那踏下来的痕迹 再贴在石碑上面 石板上面 那石板上面 再 再 再临摹下来 再临摹下来 再重来刻 对对 他觉得此处也可以一样 只是跟那个精神样貌 可能稍微走失一点 所以这个很麻烦 就是这个样子 他不像是刻 不像是那个线装书 它大概就是一次吧 它的花样比较少 这个花样多了 线装书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它那个印的时候 大概在前面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候 那个板刺 那个字口最清晰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四印 就是那个墨不云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又开始模糊了 为什么 木板也是开始糊了 那石头也开始糊了 所以就有一点没有那么清晰 字口没有那么亮 这样子 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判断这种东西的时候 不是那么难 然后这种东西的话 通常 这个是墨烫的 通常还保留一点点那个香气 墨香 那个香气的话墨香 墨香的话大概就是来自于这个松香 那这个是最早的一种模式 就是把那个石碑上面的文字 踏下来的一种模式 我们称作碑 碑的话它是石头 但是要把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金石文字 就是踏下来除了石头以外 它还有所谓的那个那个那个 所谓的 顶啦 椅啦 那个金属器皿嘛 那这些也以 金文 对 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金文 没错 没错 那比如说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所谓的 闪事盘 闪事盘 那是国宝籍 闪事盘 对啦 可是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经过一踏再踏以后 然后再经过双勾 双勾以后还不够哦 它这个是原来的踏 踏以后可能就是用 科罗版照相 弄下来以后再剪表的 再剪表 那剪表以后呢 古人还要玩 怎么玩法呢 就是说里面的字呢 我认识以后 我要怎么玩呢 怎么吸收呢 怎么灵活运用呢 就来一个叫做 吉连的动作 哦 做连字 把里面的字挑出来 做对联 做对联 这叫吉连 是现代的文字 就是他们那时候的现代的文字 被联聚了 就是对联 就是拿来玩 拿来玩 把里面八个字 拿出来 十个字拿出来 所以它要怎么去把里面的字 摘过来 它就是认识里面的字 那这也是用剪贴啊 它是用剪贴的 剪贴照相 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 字体不可能 这么刚好这么匀秤 是啊 它一定是 经过照相 有的放大 有的缩小 然后改整齐 甚至找人稍微 双勾修改一下 等等等等 用这种模式 把它印成书了 就像您说的 变成木刻板 或者石刻板 再转 对 一转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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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得比较模糊了 所以模糊以后 就会有点失真 会有这种现象 那原来样子的话 这个比较接近 这个比较接近 因为它要 踏下来以后呢 就有点 再经过检表 所以有那个痕青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会更加清楚 其实它有把一些杂的 对啦 就是它自然可以对照 说我这个对联的句子 从这里来的 从里面挑棒的是 但是其实它是有 像我们现在讲的照片 后面有去修过了 对 那还要看原照怎么样 对 那前面那个是 已经是复制的照片了 但是后面是弄过了 对 踏下来也算照片 以照片的概念来解释的话 它相当合理 那刚才那个是 中典文字的 踏冷的吉连 这个的话就是 他们玩的时候是 碑 然后也是一样 它踏过以后 踏过以后可能双钩了 然后填墨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双钩 刚才看到的这个是 双钩那是 对 那是 比较纯的了 这是还没有填墨 那这个是把墨填上去了 你就把这个墨填上去 填满了 对 填满以后 效果就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那原始的样子也是这样子 原始的样子也是踏下来以后 可是它应该修整过了 整理过了 然后把它积成连 所以变成 四个字四个字 或者是五个字五个字 这样子 七个字七个字 有时候七个字七个字 这样子 古人喜欢玩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 甲骨文吉连是有传统吗 甲骨文吉连当然 因为甲骨文出土时间最晚 就中国文字来讲 它也许是最早最有系统的文字 可是 出土让人家认知是最晚最晚最晚 那最晚可是也要认知啊 认知的那第一步 也是一样 用临摹的 用踏的 用引写的 因为照相 那个时候技术没有那么好 有那么细的东西 那我这边刚好 我看甲骨文能吉连 好像我看来看就只有董作斌 然后很多就他儿子 董作斌啊 有啦 还有他的朋友 像颜一萍 颜一萍 或者是说像那个 中国大陆 有没有像王国卫这些人 也有在做 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 对 那这个刚好我也有带这个 中研院的 舊踏的 因虚出土的甲骨文字 那这个因为跟踏有关系 所以我顺便 提出来讲一讲 那还有一个原因 有是因为 我有看到这个 贵公司有那个 殷虚出土的 有没有 那个 殷商大墓的 考古的那些 报告 那些报告 后画好几本了 对 都来不及翻 那所以我抢到这个 然后他有提到有些 那个 墓的登记的那个名称 就是考古的时候 对不对 一定要给个编号 这个是几号大墓 刚好这个 跟那个可以相配合 那那个墓是 大墓是有编 那编到小小小小 小到这个也是 一块一块在编 它是这样 每一件东西 它都要有一个记录 对不对 有一个记录 然后之外有一个 出土的记录 还有一个陈列的记录 登记的记录 反正入场一定要有库号 对 那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这一块 它一个碎片 就要一个号码 一个号码 然后它这边有 一二三四四组号码 那表示说 它曾经是四块 那因为它是同一个来源 同一个母体 所以要把它拼成 一二 一二三四 四块 然后这个号码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 一三点零一 一三点零一 那一三的话就是 它们去第十三次挖掘 第十三次挖掘 所以十三 那零的话就是 小屯村 小屯村便要是零 小屯村便要零 然后一呢 一的话是北边 North 对对对对 那很好 所以就是说 小屯村北 第十三次挖掘 然后给它一个号码 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是第三七七五号 对对对 十三次挖掘 第三七七五片 对对对 所以它有一布袋 对就是这个概念 不只是一布袋 它有一房子 因为什么 因为是盘根牵音以后 牵到小屯这附近以后 然后就把它当作 党案室图书馆 所以它所有这些夹图 就集中在一起 所以后人有幸接触到 就是因为 商朝人有这个动作 迁都以后 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叫藏这些东西 就档案馆 那变得很集中 所以说 虽然有一些可能地震 一些水的影响 或怎么样 还有一些被赤掉 对 所以还有种田 或干嘛呢 不管 一定有损 中药店就把它赤掉 对对对 摩承本赤掉 不过讲到这个 就是当时 中药囊人很厉害 看到人家说 要买那个有志的 他也找一些 有志的比较 比较能医 比较有效 不是 他一直都借着 去买药的名义 去买回甲虎片 甲虎文片 甲虎文片 所以那个 中药店 看你们都买那个 有稍微花花的 有磕东西的 他也仿造了一些 他也做了 每次都可以夹 滚突突的 他也磕了几个 这也是笑话 对 笑话 那还有一种情况 他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 怎么样把那个 母体上面 灾体上面的 痣弄下来的 那可能就是 像所谓的 隐血 隐血 比如说这个就是 所谓的隐血 鱼头 鱼头兄弟 可以摸一摸 这个纸 他这个纸 已经不是像 刚才这样的 不是 刚才这个是 宣纸 刚才这个是 宣纸 这个是踏下来的 这个是 放一张纸上去 然后磨下来的 那这叫银血 这个是油脂 这个油脂的话 是透明的 它就直接放在 这个食物上面 放在硅甲上面 对 很精准地描下来 你可以拿一张 描图纸 回去自己描一描 自己的手纹 然后请这个 某某大师 宇宙大师 帮你算命 那叫银血 这个是毛病血的 我刚才注意看了一下 那是毛病血的 而且是很细的 很细的毛病 对 这是董作斌做的 这是董作斌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看它的这个 旁边的这些小字 这个字集就是它的 那这个小字呢 它很好玩 它这个也有登录的 它登录的时候 它前面有一个字 对 一个汉字 然后后面有一个号码 那个汉字呢 就是注入的简称 比如如果说它是前的话 那就是 音虚书气前编 那如果说续编 续 那就是续编 那就是续编 甲骨文的注入的书 它都给它 一个系统 对 弄一个简称 简称 所以它这些后来都有成印刷品 它这个就是已经在 在刚才做的那些书里面出现过了 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书 对 那些书里面出现过 那这个是稿件 那个东西做的 它自己在做 自己在描摹 自己做研究 刘党用的 最主要是刘党用的 然后呢有一些人 它就放到它自己的著作里面 比如说 《印历普》 《印历普》 讲到这个 这个跟 这个立法有关的 它就把它放进去 就印出来了 在书里面 可是 我看里面好像也有 《印历普》有一本 可是《印历普》好像 没有这个这么漂亮 因为那是当上次的 印刷的问题 当然 这个是有点 这个是接近艺术品 对 那个就是 就是考古印刷品 就是大家读知识的 对 那是不一样的层次 但那个《印历普》 其实也够难得 为什么 那是日本印了吗 还是 可是不管 那个时候跟日本打仗 那个在抗战时期前后印了 所以是不是日本印了 我不敢讲 但是那个时候 就中国来讲 那个时候是 已经物质都很缺乏了 所以 印那么大套 对 那么大套的书 对 不过它是有限量 所以比较难得一点 对 看到你们这次搜得很认真 没有 没有 那是因为 以后我一定要偷偷参加 那是缘分够 那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硅甲 对 通常我们讲说 甲骨 甲骨 甲骨的话 甲的话通常是指硅甲 那 硅甲用的部分 绝大多数呢 都是用这个 副甲的部分 因为副甲比较平 比较好 比较平 比较好刻 八甲的话 它不太有个弧度 我家有养殖无果 还生过蛋我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副甲比较好 比较平 比较平 对 那副甲的话呢 也是有两面 对 那它通常只用一面 但有时候呢 是用到两面 那这个刚好是同时发现 然后正反两面 所以真的是正反两面 对 它两面 两面一起用 一起用 然后呢 它们 副的时候呢 一片 跪甲 也不一定只用一次 那有时候用很多次 它会把它磨掉吗 不会磨掉 它会继续在 这边是一次事情 今天是说 这个鱼头逃小老婆好不好 他儿子上学要上哪里 对不对 再来陈老师说 也要娶小老婆了 等等等等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就很多事情 那时间不一样 事情不一样 那就充分利用就对了 充分利用 那这个也有 也不容易 这样子 也算是很大支 对啦 这边是残缺的 这是找了一块 这支也有这么大 对 那时候有一组叫做 大龟四板 有四个特别大的 出组的时候 非常兴奋 非常兴奋 然后那个时候 董多斌就很兴奋 然后到处到处传 后来被傅斯林骂 又是大龟 对对 又是大龟 那傅斯林骂他 他说听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还没研究 你一定宣传那么多 让你要知道 那我们又慢人家一步 又让人家讲话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国共 都在较劲 连学术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那边有郭沫若 对啦 那这边有统作品 大家都在比 所以当时就说 被郭沫若知道 这样子 郭沫若说 你可不可以寄样本给我 借给我 哈哈哈哈 结果被傅斯林骂 哈哈哈哈 那当然是这样 那这个号码也是一样 这是13.01的 你刚说的 第13次的话 觉得 这一次我还觉得很多 然后就是小村村北 0是小村 1的话是北 小村村北 对 那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碑啊 台湾当然有碑 庙里面不是那么多吗 对啊 所以我就 干脆带来一个样本 那这个就是 台湾北部碑文集成 那其实呢 这文献会 它有出过南部的 中部的 至少有三部 目前收藏 这个碑最多的 台湾的 是在 台湾大学的文学院图书馆 因为那个时候 它是接收帝国大学的 那个 踏印的那种资料 所以那个原始的 踏碑很多很多 都在台大那边 台湾的话 碑不少 可是我看到的踏碑啊 对 我每次看来看去 都是看到 颜平俊丸池的而已 其他的 很少有踏出来 还有一个 在交流 还有一个就是 宜蘭那边的虎字碑 对对虎字碑 虎字碑我也看过 就这两个吧 顶多就是神宝珍那一个 对对对 要不然说郑成功 包括他的 他的那个照片 他的像啊 对对对 好像其他的我没有看过 不像是说中国大陆那样子 哇好多啊 这也是很怪 对对对 那就是台湾人对文献跟历史的认知 他不见得非常重视这个东西 是 那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 他们就归文献会啦 中研院啦 那个还有国家组织馆有一些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踏 他就是把它写出来吧 这个怎么有翻出来 这个原踏也有 那这个是原来的 原踏也有 原来 但是已经很模糊了 如果印原踏的话 没有人要买了 是啊 是啊 因为完全看不懂了 这是踏的 对 应该是影印的啦 影印或者踏的 应该是踏的啦 因为是黑白的嘛 有黑白的 应该是踏的 踏好以后再照相 照相以后再置办 我们庙那么多 然后庙里面的话 其实他的对联什么很多 我都觉得应该他们要开放给附近的小学啊 老师带小孩子去踏一踏 练习踏一踏 带一个人带一张回家 有啦 现在大的寺庙大概都有碑啦 大概都有啦 可是有些像比较模糊 是的 至少现在 像台湾还好 我有很多朋友在做什么 做那个都市街道导览 比如说城中区啦 里面有什么古迹啦 然后这边有曾经产生过什么名人 然后带他们去绕一绕 看一看商圈 这家可能一百二十年的 这家可能八十年的 那祖先是谁怎么过来的 讲这个故事也不错 那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碑文可以踏 甚至有些砍棒 那也很好玩的 是啊 那就是类似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 那这个内容的话 其实也是五花方人都有 是啊 有些是说 有些渡头的 对 什么渡的 然后谁捐的 怎么样 有些桥的 是是是是 有些还禁止说 禁止砍树的 然后禁止这个什么 吵架的 比如说翻看之间 有没有 对 还有一些是说 禁止乞丐 用强迫的方式乞讨 哈哈哈哈 跟现在说不错 禁止娶小老婆 嗯 禁止纳妾 哈哈哈哈 这就不知道了 禁止买卖奴杯 就只有 哦那个是是对 唐朝是很有名的 是柳宗源的故事 对 今天讲到台湾 从中国一直讲到台湾 而且最难的 这个是很难的 我完全不懂了 我也完全不懂了 反正是个性的问题 你懂了 你还不懂 OK 就这样子 不好意思 今天讲的实在是 太勉强了 没有什么勉强 我们讲得很好的